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繼續跟大家講新聞,因為實在太多新聞了 電視台的新聞早上講完,下午是重複的 我們的新聞經常都不同 我們快要20萬訂閱了 訂閱了我們沒有?快點訂閱吧 哈哈哈哈,先賣廣告嘛 其實排頭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著重賣廣告呢? 但是香港的排頭好像臭臭的 現在陳茂波去信反對刪除 香港在華爾街日報沒有排名 華爾街日報打臉回應 他說請接受現實 真正掌管香港的就是習近平 剛剛說錯了 是那個基金,香港現在自由那些全部就是沒有 直接不關你的事,沒有了這個名字 就當你是中國那樣 中國就排107 本身香港好像第二還是第一 是的 陳茂波當然是投訴 但是他就叫你接受現實 看到台灣那邊馬英九就這樣說 他說人大變更香港選制 馬英九就說 就宣告一國兩制已亡 哇,但是馬英九都敢說這些東西? 因為之前人家說他親共的 之前有些網友就說馬英九說這些東西就已經犯了國安法 國安法關於他差事嗎? 神經的 陳同佳在台灣殺了人 香港也不能抓他 馬英九就算什麼事? 罵你那些什麼? 拿那個雷射燈 隔著那個網絡 照你的警察的眼睛 他也不用抓 不會被人抓的,對不對? 有時候的時代變了就變了 不用等2047的 總之別人不承認你就沒有了 這些東西都是大家自己爭取的 我說的大家就不是我們 是他們 誰都好 總之這些東西很難管 你不得那麼多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巨輪裡面 說一點點 中國現在有一宗網友說 吳仔,你說這件事有沒有資料? 我很想知道 說到像天災的東西 我之前說的印度神童 北京現在遇到一個非常嚴重的沙塵暴 希哥,知道什麼叫沙塵暴嗎? 不太清楚 沙塵暴即是沙漠翻起大風沙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這次是很嚴重的 搞到北京的人民說 口鼻眼都全是沙 嘩,出不了街 出不了街的 北京之前已經說過 什麼空氣、毒素很厲害 那些明星又說戴豬嘴 但是現在簡直弄個嚴重的沙塵暴 那些網友都不知道什麼心地 然後又拍手掌又又說 又說是不是天災啊 會不會是天滅啊 當然不會啦 當然不是啦 哪裡是呢? 是我也不會說是 所以我告訴你不是 現在北京就有這樣的事 昨天就有一個今年以來最大、強到最強的沙塵暴 當地PM10 濃度飆升 而PM2.5的水平 更加超出世衛的11倍 嘩 真是出不了街 死人了 那今晨北京就猶如黃昏 有網民在微博上載圖片表示 口鼻、眼耳、全是沙 塞了你 死的,真的死得了 那怎麼上班 不能出街的 不能出街的 那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就是北京正經歷來自蒙古的沙塵天氣 因為它很近蒙古 因為北京是很北的地方 一大風沙吹過來 竟然就彈到北京 其實也不能出街 你又說天子腳下 其實我不知道習大大在哪裡上班 你怎麼上班 沒有的,你開冷氣也不行 是啊 這麼厲害 因為它可以滲透你的肺部 可能北京的肺病率應該是高的 我之前讀中醫的時候有個老師跟我講過 無論是污染等等都很厲害 其實有些人看到就是鐵氣候 我看到就是因果 但不是壞不壞的那種因果 而是你對環境有沒有污染 如果你的污染越來越嚴重 這些算是厄爾尼諾現象 溫室效應 全球沙漠化 令世界又說水位上漲 又說很多天災 其實這些都是人類破壞地球的果 我看到的就是因果 有些人看到就是天氣 究竟它會怎樣呢 我覺得 我猜而已 就是我猜而已 有些人當然是拍爛手掌 混石撞地球 他們最開心的 但我猜就實際一點點 我猜中國會遲些千刀 噢,我遲些去哪裡?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千刀? 我知道是千二手刀 知不知道北京之前 就是中國之前的手刀在哪裡? 知不知道北京之前在哪裡? 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西安那些? 不是,是南京 噢 其實之後就遲了刀,北京 現在我覺得 我自己猜而已 以我的風水的學識 因為中國的地運 其實2024年就轉狗運 我們香港都是轉狗運 北邊見水就是發財水 大家最關注的當然是淺 我看到北京最近的地方 而北面見水就是天津 我猜會千去天津 我猜而已 2024年 但我只是猜而已 猜不犯法 而且千刀不代表它是什麼 你只是那個地方 已經不適合人類生存了 你又說那個病毒等等 其實我覺得沒問題 以前中國歷代 長安、洛陽都可以做首都 南京就是三國吾國的那邊 屬國的首都就是成都 但是成都真的是四川 雖然說地大墨薄 但是真的沒有那些 現在要現代化 我有朋友去過雲南 那邊簡直是荒蕪之地 因為他們那個 九曲十三彎的地形 那些是沒辦法做首都的 深圳我覺得也不可能 只能夠成為一個模範城市 上海也是 是的 可能我猜就是天津 如果算是風水來講 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始終 這些天災 其實你把環境破壞到最少 絕對是會好一點的 其實除了中國之外 我知道台灣那邊的工廠 都是污染得很厲害的 那次跟你去旅行 我們研究過一些數據 其實到了如果你不去管制 就算是印尼那邊的垃圾浪 那些都誇張了 最後都是人類自己遭殃而已 所以說完一大論政治 其實每個人有自己的責任 那你就可以令到世界都好一點 那我們再講一些新聞給大家聽 先講一些 比較厲害的 這個厲害的 其實有關少少中國的事 希哥也有網購 因為這個關你事 先講過了 有人在網購 應該是塗布 網購了一張床褥 就傳出臭味 就引來烏鷹 那珠海的女人 狠心展開它 嘩 頂你的肺炎 有死老鼠在裡面 嘩 怎麼會網購藏屋的 怎麼會不會 每個人都網購的 送來家 對不對 你怎麼會不會呢 你光顧HKTV 那樣都是網購 對不對 我們 只不過人家是光顧淘寶 那珠海庫展開 竟然有死老鼠裡面 簡直是瘋了線 其實是的 如果發現 周圍有那些烏鷹 各樣 要不就有排線物 要不就有屍體 是的 那很恐怖 那如果 是不是他在弄藏屋的時候 那隻老鼠掉下去死了 不奇怪 不奇怪 不知道 什麼可能性都有 但是 我想 我覺得不只是網購 基本上 如果有隻死老鼠 他放在門市 你一樣買到的 還有說真的 你以前在深圳 你看到有多少門市 全部都網購 我只聽過很久以前的黑心棉 有啊 有啊 那些M棉 是啊 或者很多重用的 爛的舊公仔 收回來的棉 很多菌 然後又被拋回 那些屁股買回來 是的 所以你在大陸玩的夾公仔 玩一下就算了 玩了就丟掉了 真的 沒有什麼事 其實那裡 很多東西 不是經常說 大陸 什麼不好 你不要 你要的城市 如果你想進步 要有法例去監管 你無論食物也是 你去到深圳吃飯 那些大型的餐廳 就算我和阿喜哥 很久很久之前 也有見識過 嘩 吃到那個嘴 那些表皮有東西掉出來 吃完之後 你吃完之後 就算喝了水 你都會覺得 有很多東西 黏著 張著你的嘴 我簡直不是吃那些很熱的東西 我吃完之後 我整個 口的表皮 剝落 掉下來 一塊塊掉下來 好像腐蝕性 好像有什麼尼母劑 我吃了下去 嘩 你想想 在口腔都已經這樣了 你吞進消化系統 你會怎麼樣呢 其實真的需要監管 你要走遠的路 你不可以 當人命是 人命可以是數字 但是如果你做得好 每一條人命 都可以幫到社會 繼續發展的 我希望中國 接下來任何事情 監管是更嚴厲的 無論是中藥 你看這些 床褥也是這樣 各方面都要做 希望他們可以如來好 說回香港的新聞 這件事也是很嚴重的 之前2019年沙田衝突 那個港大畢業生 咬掉了警長的手指 判了 判了五年半 網上很多人都說 重啊 當然是重 我也覺得重 是真的重的 法官就說是判重的 原因就是 因為可能普通 咬掉人手指 未必有這個判刑 他就要阻嚇後來者 給被告更生 是重要的 就是說 不可以多一宗 他說這些事情多一宗也嫌不多 不可以再被人襲擊警察 就說 給他的改過置身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很多跟他求情 又說什麼 爺爺爺爺的年紀年事已高 他說不如建議24至30個月吧 但是法官也不接受 他說不行的 這些不可以這樣求情的 我想說 其實之前這件事我還沒開始拍說話片 我知道這件事發生的 我想說混亂之間 混亂之間 你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來 一個人緊張 一個人緊張 我覺得他未必有心 就是很多隻手 喂 他被人抓住 是不是他拔人家的手 埋在人家的口 還是警長的手在口附近 這個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點 如果你說 你本身也是制服他 混亂之間不小心 而你人也有掙扎 就是刀劍無銀 我覺得 他不是衝過去撲去咬你嘛 這個動機啊 你明白嗎 是 我聽過誤殺都不是判那麼重 誤殺都好像有幾年了 可能他也沒有心的 誤傷你也不受不了 但是有些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覺得他上庭的時候 他的樣子又好像 總之不知道 這些很難說 警民衝突的事情 唉 最好這些事情就不要再發生了 就是 傷癌不好口 打架 真的沒有過贏 暴力是永遠都不能贏的 我覺得兩邊都輸的 大家都不要動手就是最好的 是啊 很難說 有理說不清 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偏重的 我覺得是偏得 真的 真的 太重了 我覺得 最後再說一件 我前陣子先說風化案放題 我經常說什麼 春天男性賀爾蒙就會激增 現在連83歲的老翁 都好像受天氣的影響 83歲的老翁就非禮61歲的女人 被捕在新蒲岡 武力都有心系列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什麼 有心無力都要 你反過來說就行 武力都有心系列 真的 六十幾歲 真的可以令她 我受不了要解僱她嗎 這麼好笑 她裡面沒有內容 她只是被捕了 她沒有很詳細的描繪 說得非禮 不是上面就是下面 不是前面就是後面 不是手就是口 不是口就是下面就是屁股 就是這樣而已 OK 說回給大家聽 現在風化案很嚴重 各位女士大家小心 有知識沒有知識的 年紀大的年紀小的 都有可能會被人非禮 大家自己小心 那些男人都是控制自己 坐牢的 你83歲 博什麼 博進去吃飯嗎 是啊 你腹骨頭受不住 也是 經常說到非禮犯 又說怎麼招呼她 等等 不過我想這些這麼老 也不會的 就算招呼了也沒關係 你看你阿孫也疼 哈哈哈哈 是啊 不知道 總之 很奇怪 我還沒看過電影 看到一些老人家在監獄裡面 看不到的 看電影 好像沒有一個阿伯 那當然了 正常都在響兒女褲 還在彭屎屁 不是 不是 很多阿伯被報 我發覺我連中報的新聞 很多阿伯都是衰非禮多 啊 通常你說偶鬥那些是少的 除非是殺人 不過都很少 通常都是衰非禮衰色的 我告訴你 很多阿伯走去那些球場 尤其是星期六日 那些姐姐在休閒 在公園裡聚集一群 在唱歌仔 有些阿伯經在報 那時候我跟親戚走過 那些親戚告訴我 那些阿伯在看東西 我看那些阿伯在看什麼 真是挺好看的 哈哈哈哈 本身那些親戚告訴我 那些阿伯走三阿伯來 好像教了我一個技能 沒辦法 那大家 過了冬天就開始小報 背心仔 有短裙仔 短褲仔 那些阿伯 老馬也有火 有心就有力 那樣 那所以大家自己小心 不說太多了 那時間差不多 好嗎 那我下次就說一個 什麼新聞好 暫時想不到 下集 就自有分曉了 啊 先賣個關子 下集我跟阿希哥 拍拖拖 有東西給大家看 弱狗片 哈哈哈 下集見 拜拜 拜拜